这部多年前的硬核科幻电影 其震撼的战斗场面燃爆了视觉 1999年外星人收到地球人发出的无知信心 忽然派出五艘战舰入侵地区 一架战舰偏离轨道坠毁于我国香港境 另外四艘潜入了太平洋海 而此时 美国的桑普森号与琼斯号 以及日本的妙高号等多国驱逐舰 正在这进行环太平洋军域 总指挥见这场景派出三艘军舰前去侦查 三人小队则乘坐橡皮艇前往一探究竟 当男主伸手触摸这不明物体时 瞬间被弹射到千里之外 只见这庞然大物冒出两条光柱直冲营销 然后散发出巨大能量将附近海域瞬间笼罩其中 域外的总指挥正要派黑影战机前去侦查 不料与能量罩发生碰撞追捕 能量罩内的部队与外界也失去了一起 随着海面腾腾巨浪掀起 只见外星战舰浮出水面 三艘外星战舰与三艘驱逐舰形成对峙阻面 琼斯号立即发出鸣笛警告 但这却激怒了外星战舰 只见一团无形的超声波能量被释放 下一秒 不甘示弱的琼斯号下令发射127毫米主炮先发制 怎料一个个都成为炮灰 外星战舰随即瞄准的琼斯号 多枚炮弹在火焰旋转下 快速地向美军扑面来 琼斯号立即发射拦截导弹 但却不敌外星的炮弹中毒 一颗被击中 琼斯号瞬间被炸开了一个洞 随即桑普森号也准备加入战斗 但很快被敌军发现瞄准的一米烈攻击 损失惨重 桑普森号不甘示弱于一攻击 日本妙高号也一同参与阵斗 这下外星战舰彻底误 直接连发数百枚炮弹 将整个桑普森号军舰彻底击沉 所有船员无意生还 而妙高号则被击沉两半 这时男主也发现 他只针对有威胁的战舰发起攻 于是男主驾驶琼斯号收起攻击模式 前去拯救妙高号 而外星战舰随即也收起炮弹 但紧接着外星战舰并没有收 只见三个超级风火轮从战舰咆哮 两个直奔美军下位一击 哪吒的两个风火轮被外星人拿走 直接肆无忌惮地对美军基地进行疯狂摧毁 这场面刺激不刺激 不仅如此 另一个风火轮直接摧残了城市的阶段 桥梁成了他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另一边 一名外星人在箭筒搞破坏 企图炸毁箭筒的核心动物 幸亏一名美军及时出现 男主闻讯也赶不过 可惜普通步枪对这种穿着铠甲的外星人毫无用处 男主集中生智 又想到了孙子兵 将外星人吸引到外面 在队友的配合下 抓住时机 一个炮仗下去 瞬间粉身碎骨 这是一名船员捡到外星人的头盔 发现这群外星物种有个缺点 很像西翼派阳光 于是男主又有了一个主 但现在军舰失去了雷达信号 无法确定外星舰艇的位置 一筹莫展之际 舰艇在海面会产生水位玻璃 可以利用海啸预警浮标位置的变化找到他们 他们很快使用这个方法 发现了敌军的踪迹 立即发射了两枚战斧巡航导弹 但毕竟浮标定位没那么大选 敌军成功躲避 也同时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两艘敌军正加速朝他们追来 数枚导弹袭击而来 男主命令全舰快速后退 走回一几 但那两艘敌军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距离越来越近 美军根据定位卡好时间发射的 四枚战斧巡航导弹 左右夹击击败两艘外星战舰 就在大家高兴之际 舰艇意外收到一个信息 原来坠毁于乡党的外星飞船时 他们的通讯部 他们正通过改造陆地卫星7号设备 建立自己的通讯站 跟母星取得联系后攻占地球 而这个设备只有每天早上8点运行一次 所以留给男主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与此同时 第三艘外星战舰也正向他们追来 狙击步枪巴雷特M821到底有过强 面对惧怕阳光的外星战舰 他们抓住阳光照射飞船指挥式的尸击 阻击手射穿他们的保护档 刺眼的阳光瞬间让他们惊慌失踪 男主抓住尸击 MK32型鱼雷直奔外星战舰 战狐巡航导弹与主炮一同发射 将第三艘外星战舰射杀 瞬间火光四射 而就在这时 外星主舰再次放出两个封火 向他们的桑普森号火速呼 船员舰状纷纷跳向大海 凭借救生艇逃离火海 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看到了停在岸边的二战古董战舰密苏里号 这曾经是二战接受日本投降的战舰 就用他再次征战打败外星人 更为幸运的是 战舰的二战老兵正在这艘战舰上巡回 于是他们切断固定的矛 驾驶二战战舰驶向了目标附近 而外星的第四艘战舰也很快发现了他 硬碰硬砍兵打不过 男主又想到了孙子兵法 让船员调整炮口方向 然后船体夺满多抛锚 就在外星战舰瞄准发射导弹来一起 一个大飘一转向 使导弹打不过 而美军战舰炮口正好对准 一声令下 MK7型406主炮 MK12型 外星战舰被二战战舰中刀 巨大的保护罩也瞬间垃圾 外围的美国主舰情绪支援 而此时卫星信号塔 已经开始向母星发射求救信号 利苏里号立即发射了最后一枚导弹 外星的信号瞬间被炸毁中断 而奄奄一息的外星战舰 再次发射了三个风火轮 但男主他们已经没有了炮弹抵抗 危机关口 外围的黄蜂战机赶过来 三个风火轮在最后一刻被击 人类的大反攻也将外星战舰彻底消灭 1999年地球保卫战也取得了胜利 但人类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 却被黑衣人消除其清楚 而外星人也并没有彻底被消灭 下次还要用古董战舰 打败外星高级文明吗